穿白上衣黑長褲一句話都不說低頭快步走進法院 他是27歲台大法律系畢業的正姓實習律師 而這回開庭是以被告身份 因為他酒駕害死一條人名 去年5月他跟朋友聚餐後又到KTV續攤 喝得爛醉還開車在萬方交流道出車禍 撞死一名54歲吊車司機 酒測值高達0.83 最後被依酒駕致死罪起訴 10號上午首度開庭 家屬累撒罰體 正姓實習律師在庭上時不時閉眼 握全都有委任律師發言 強調有跟家屬達成500萬和解 但檢察官反駁 其中200萬是保險公司給付 剩下300萬是被告擅自寄支票 給家屬 家屬從未接受希望退回 因為這名被告 他只是實習律師而已 如果這個案件最後判決確定 一年以上的話 他就再也不能拿到律師證召 所有的大型台灣災難 921 普悠馬 復興航空 我哥哥都是現場的重機器的指揮人 我哥哥是我家 我媽媽的唯一精神支柱 然後最近因為這個事情 我媽媽把另外一隻眼睛也哭瞎了 只能希望司法能給心裡一些慰藉 畢竟被告斷送的只是大好虔誠 但死者斷送的事 再也無法挽回的生命 TVBS新聞成員 吳宇雅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